第一节凤九苏醒,谢谢你,忘了我吧,帝君虚落的声音在脑中浮现,凤九心中疼急,眼角泪水便不自觉地涌出。 但下一刻,耳边却想起另一个他似乎许久没想起过的铜音,娘亲哭了。 接着,有一只温暖的大手在给他试泪,那声音很熟悉,小白。 大手最后落在他的脸颊,轻轻地扶着,同时感觉手也被一只大手握了起来,力度非常坚定,他想起他对他最后的要求,答应我,等会语话的时候,一定要牵着我的手。 凤九的睫毛睁了睁,渐渐看清眼前两张银发大脸,啊不,是两张一大一小却长得极像的脸。 娘亲醒了,银发小脸趣悦地张开了笑脸,正欲扑向凤九九围了的温暖怀抱,但有人比他更快,他的小头被一只大手阻挡了去路,冷静,你娘他正虚弱。 滚滚一向都是很懂事的,他点点头,刚想说滚滚知道了,却没想话还没说出口,就见那个叫傅君的好看神仙,已经把他娘亲紧紧地抱在怀里,嘴唇不但亲了他娘亲的额头, 还有眼睛和鼻子,脸颊还蹭他娘亲还很苍白的脸颊,蹭了好久,让滚滚张开的小嘴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合上。 第二,结属星星,阿黎自从跟滚滚一起数过星星以后,一起数星星的日子是越来越多了。 从前傅君不让他黏着娘亲时,阿黎还能跟着凤九姐姐玩,彼时凤九姐姐做什么也都带着阿黎的。 可是自从凤九姐姐有了滚滚的父君,也就是东华爷爷以后,尽管他一直住在九重天,也没什么时间带着阿黎。 滚滚也说,从前在凡间时也都是凤九带他,可是自从有了他父君以后,娘亲也不能和他亲了。 滚滚年纪虽然比他小个几百岁,但似乎比他更早意识到,癥结就在他的父君,阿黎深以为然。 此时他们又相遇于三十三天数星星,阿黎自觉自己活了五六百年,比之才两百多岁的滚滚,生活阅历还是更高一筹。 他回忆起当年凤九姐姐对他的教诲,便无私地分享给滚滚。 有人说,一哭二闹三上吊是全四海八荒最厉害的法宝,阿黎还很贴心地没有出卖凤九。 只要你学会不要脸,就没什么事情可以难倒你,我觉得你可以试试。 滚滚虽然年纪小,但一向热衷于思考,可是昨天娘亲又做了七块糕,这次父君把三块的那碟分给了娘亲,我以为他终于想通了要把四块糕给我。 没想到他紧接着说,娘亲做糕很辛苦,所以要比我们多一块。 滚滚显得异常孤单无助,于是他又变出一个碟子,把余下的四块糕分成两份,他自己吃了两块。 面对着快要哭出来的滚滚,阿黎觉得有点无力,他又想起三爷爷常抱怨帝君的话,你是不是有点无耻啊? 于是拍他滚滚的肩膀安慰他,承认,不要脸是比不上无耻的。 第三节糖醋鱼跟无忧高最配。 有一天,帝君在没有凤酒指导下做了糖醋鱼,摆到凤酒面前,你大病出狱,吃鱼补补补身子,我让丛林做的。 说罢便出两双白玉筷子,也招呼凤酒怀里的滚滚道,滚滚,你也尝尝丛林的手艺。 这时刚从外面周旋回宫的丛林抱着满怀材料,手有点不稳,掉了几侧。 彼时早就满血复活,在泰城公园林里跟白滚滚嬉闹一天的凤酒,沙衣上沾了几片树叶,他觉得有点神奇,丛林也会做鱼。 帝君不置可否,并点点头,嗯,大约是心尽学的。 原本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的丛林的怀里,再次掉下来几册资料,凤酒扭头望去,正好看见丛林单薄的背影消失在梨树后。 这是帝君在暗示他好久没给他做糖醋鱼了。 你想吃鱼就跟我说,干嘛让丛林做呀? 他天天打理泰城公的大小事物,已经够忙的了。 比之帝君,凤酒是个体虚下情的新君,不怪丛林最近听凤酒的话,比听帝君的要多些,因为他深知帝君最后也会听帝后的。 只是丛林还是低估了帝君,于是便有了今日摆在凤酒面前丛林做的糖醋鱼。 滚滚其实在凤酒婚礼时,就已经尝过帝君号称跟娘亲差不多的厨艺,他小小的心中早有评判,只是贴心的不忍伤父君的心。 怎知父君似乎并不似他贴心,这让他时常怀疑,到底他是不是东华帝君亲生的。 凤酒也秉着不想伤帝君心的心情,还是举块尝了一口,又想起了姑姑跟她说的那对新婚夫妻关于厨艺的故事,犹豫应该如何应对之时,然后想起了什么。 帝君,你可记得当初我做小狐狸时,吃了你几条鱼,后面我都吃掉毛了你可知想。 帝君露出惊讶的表情,看上去还是有了恻隐之心。 嗯,我想,丛林他还是继续做他的总管好了,他不适合做厨子。 此时埋在梨树背后的丛林额头上落下了黄豆大的汗珠,然后又听到帝君说, 你这么一说,我方想起来,小白你当初在太陈公做鲜娥时是不是做了道无忧膏? 当时连送吃了说有无忧之境,我那时长的时候没进入什么幻境,我想看看这时长会不会有什么不同。 成功被转移注意力的凤酒很开心,我也好久没做无忧膏了,现在就去。 一群却被滚滚拉住,他叮嘱他道,娘亲,这次你记得要做至少十二块膏,知道吗? 知道了。 凤酒于是慈祥地拍了拍儿子的头,等他走后,帝君也露出一个如沐春风的笑容,也拍了拍滚滚的头。 稍晚后,热腾腾的无忧膏新鲜出炉,早就陪在厨房等候的父子俩露出同款笑脸,分别分到了四块膏。 滚滚迫不及待吃了一口,然后发现自己的碟子里居然堆满了十二块膏,父君和娘亲都慈爱地拍着他的小头,笑得那么好看,滚滚真怪,高拳都奖励滚滚了。 看着自己抱着的儿子傻笑的模样,帝君忍不住皱了皱眉,年纪小定力不足,看来是已如幻觉了。 帝君你也尝尝,凤酒说着,已将高送进他嘴里。 只见帝君的脸和耳朵,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有白转红,想来已达专注一去境界的他,旋即又发现了幻觉的凶猛,眉毛又片刻挣扎,调了又调,才忽然睁开了大眼,恢复清宁。 就见眼前刚刚脑海中艳丽,又魅惑的脸变回轻力端庄,他默默地不动声色地咽了一口口水,猴杰不由自主地紧了紧。 怎么样?好吃吗?凤酒期待地问。 帝君彼时对自己方才也有了幻觉还在震惊之中,只能那那回应,好吃。 怪不得当时连宋对这块糕的评价那么高啊。 帝君暗暗吸了口气,便霸道地单手用凤酒入怀,在他额前凤尾花上用力地亲了亲,刚想继续刚刚幻觉中的温存,就听见滚滚呼喊。 救命! 父君娘亲你们压到滚滚了! 第四节血湿的天灵盖。 东华其实带凤酒回到太成宫后,就去见了他其中一只做起血湿。 血湿正在享用他的血灵汁,久未见主人,自然激动,没等用餐,完毕,就要亲近地主。 一跃远想跃到东华跟前,却没想被东华一个捏绝,将他狠狠撩倒在地,圆内大地因他狠狠被摔而震动。 血湿还没反应过来为何被惩罚,想要站起来问得清楚,却发现自己在地上无法动弹,紧接着追星的痛字四肢袭来。 害他一百兽的之王,不自觉地发出了哭鸣,痛感不止,他痛苦询问,帝君,为何,却无法将话说完整。 原本在为血湿的仙鹅已惶恐地跪在地上。 帝君居高临下地邪逆地上灵兽,自觉几十万年来,脾气已经好了许多,为何? 他冷道,你当初差点弄死小红狐时,可想过今日? 血湿确实做梦,都没想过当初没人瞧见的事会有天使法,也没想过,居然没弄死那只灵虎。 他在地上哀嚎,求,帝君。 东华根本没耐心听他说话,直接把崇林招来,做了决定,除去他的灵力,放入畜生道,永不召回。 是…… 崇林见帝君离开后,才回头看了血湿一眼,叹了叹气。 血湿大概无法接受,用尽最后力气大吼,伤了,一头灵虫,何以受此惩罚。 崇林摇摇头,终是不忍他不知应有,天理昭昭,已可知你当初差点弄死的灵虫,却是未来的帝后。 他跟魔君换取一身尊贵的九尾狐皮毛,舍命进入十恶莲花镜,相助帝君脱险,你却差点把他弄死,他事后没找你算账,是帝后心善。 帝君如今也没将你打得魂飞魄散,只是让你在六道轮回,已是帝君对你最大的仁慈了。 血湿吐血,吓死过去。 第五节美人 陆剑不平,拔刀相助这种事情,本君一向不太会做,不是因为没那个时间,而是因为懒得拔剑。 虽则,本君其实早就发现成天抬起火,只是还在想,这时候谁会经过这里,他就那些歌姬舞姬的时候,就看见美人跳了出来。 美人连武器都没用,只用拳脚和法术打架,却明显落于下场。 后又兽之鹤一点,也不准地水吸法术攻击,害他全身湿透,让本君实在看不下去,所以看在美人勇气可嘉的份上,本君先把衣衫托给了他,然后才飘落在地位他挡去吃烟兽的火焰攻击。 至于为何明明可以不拔剑,只用法术和拳脚也能打赢,却还是让仓和出鞘,那是因为本君想示范给美人知道,这种时候有个衬手的武器是多么的重要。 可惜吃烟兽实在太弱了些,竟被本君一键KO了。 至于他被KO到哪里,会不会又继续危害他人,本君并不关心。 我静止走向美人,知喝什么的没看见。 可是美人明明全身是哒哒,仍把本君的衣服脱下叠好放在石桌上,让我怀疑他不喜欢我的衣服,你对我的衣服有意见。 他说他不敢,可是明明就是不想再见到本君的意思,却硬是说成怕还衣服的时候会扰了本君的清静。 我在想,他为何不想再见到本君呢? 于是我十分大气地说,既然如此,那就给你做个纪念,不用归还了。 衣服这种东西,本君多地穿不完,他却又说不是这个意思,那就洗干净,我干脆坐下来,准备与他详谈,还给我。 眼看他也坐下来并打了个寒颤,却仍说不想借我的衣衫,这当然是不行的,我直接把衣服又放到他跟前,他还敢问为什么,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我救了你,救命之恩当舍命相报,洗件衣服又如何呢? 他胆子真的不小,不愧是清秋地基,竟敢问我为何要强人所难? 难道他不晓得这一直是本君的兴趣? 除了这个,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爱好了。 看他吃瘪的样子,那时候我就觉得心情不错。 不过别问我为什么要对着美人撑头卖萌,因为他似乎不想跟我有牵扯, 于是本君只好散发从没失败过的魅力,为什么要救他们? 你难道不晓得自己根本打不过吃瘪兽? 其实,本君也发现了,每人他看我撑头都看呆了。 但他回答我的那一段话,却着实让本君觉得有点意外,如今的小神仙竟也懂承担, 他那么小,却让我觉得另眼相看。 后来发现那些八卦神仙的品位还不错,因为本君也觉得他长得很美。 不知道为什么,本君在看书时,还会想起他白天说过的话,这还是第一次。 我那时只是在想,青秋的家教还不错。 第六节温泉 本君不会告诉你我都看见了什么,但作为一个四海八荒最厉害的洪荒神奇, 以及本君文林四海八荒正直耿介的形象,我马上就从温泉起来穿衣服了。 只是连宋在外面阴魂不散,为了保护幼虎,阿布,是幼虎,所以本君先把他的外山扔到水里,遮住他的春光炸蟹, 并且守在门口看着水里的他,一眨也不眨眼那种。 我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 他保湿聪明,衣服不用来裹身子,反而用来遮脸,把整个头都给招上了。 我很想告诉他,这水看起来浑浊,其实能见度还是挺高的。 不过我不明白他一个清秋地基,为何会跑到太陈宫,我的温泉池里,是想要勾引本地君吗? 看他的惊慌失措,却不像是装的,尤其他竟还理所当然地回答,洗澡啊。 这时我瞧他还蛮淡定蛮诚恳,猜他从清秋过来,大概并不晓得这里是我的专属澡堂。 可能他见我一直一眨不眨眼地打量他,所以他害羞了,你别一直看着我呀,转过去。 我其实不太情愿,因为一向没什么人敢命令我,所以一下就看呆了,你这是在命令前天地共主我。 别看了,快点转过去,他果然是在命令我。 所以本君只好勉强地,骄傲地背对他战了战。 听见他游过来的声音,其实我都意外自己耐心,怎么这么好? 不要问我为什么不直接出去,我这不是怕想连宋娘不要脸的人还要进来,所以要留下帮助他吗? 也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他想拿衣服,却又拿不到,因为本君作为四海八荒会移动的竖法百科全书,感知背后这样的法术只是小菜一叠。 我做好事帮他递了衣服,趁他游了几步又把他叫住,等等,你还少了样东西。 因为我瞧见他白色的肚兜了,于是礼貌地只用两只手指弦给了他。 他也不起身拿,我只好扔了下去,然后再趁他游了几步,再次把他叫住。 对了,还有,至于为什么我目不斜视也能看见他的鞋子? 这不重要,至于为什么我要分开给他? 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觉得这样很有趣。 这时候,不要脸的,连颂果然再次出现,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把扇子放在这里的,但实在不想看他一副八卦吃瓜的表情,所以只给了他一个不耐烦的侧脸。 但连颂走后,我又忍不住去看幼虎,幼虎吃别土泡泡的模样很可爱,游泳的姿势也很可爱,他一边又一边套衣服的动作也很可爱,直到他抱着一堆衣服和鞋子,乡间半路地翻墙走时,才终于赶回头看本君一眼,一直在看他的本君当然很有礼貌地回了他一个挑眉,意思是,还有事。 见他尴尬地逃走后,我才又发现他遗留在我温泉里的镯子和簪花,心里觉得高兴,又有机会再看见他吃扁和尴尬有趣的表情了。 所以我把他遗失的镯子和簪花都拿好,准备做好事做到底,日后再还给他。 至于为什么要挑日后,其实本君当时也没想清楚。 第七节朝会 没想到幼狐会自动寻本君要回手镯,只是他常常让本君猜不到,竟然会选神仙最多的朝会时,直接问本君要那碗的茶金桌子。 不过看得出来,发现店内有很多其他神仙后,他就后悔想逃,还假装自己梦游。 他是越来越有趣了,真是深得我心。 难得他自动送上门,本君也不介意把温泉的绯闻落实, 至于为何不介意,本君其实也没有想得太深。 我先从怀里掏出镯子,你那个镯子的确落在我呢。 你和我自强调的那么清楚,这些心非生上来的神仙那么聪明,应该能明白。 见他没反应,又掏出簪子,还有簪子。 见他背对着我仍没什么反应,只好又掏出簪花,啊,还有这个,你掉在温泉里的簪花。 再强调了一下温泉,才说,过来拿吧。 见他仍想狡辩说自己在梦游,于是我又故意倒。 啊,还有,其实哪里还有其他,不过终于炸了他狠狠地拍了自己的脑袋一下, 看了我都觉得有点疼。 他说,啊,我好像忽然清醒了,灵台一片清灵,应是多亏了,此处灵光大胜啊。 我实在很想知道他还能瞎掰到什么时候,还能如何处理这样尴尬的禁地, 没想到他却装起礼貌端庄来,先转身恭敬地朝本君做了个衣。 哎呀,帝君,此番确然是有务实,是要向帝君取回, 我没走错地方,劳烦帝君还替我收着吧,日后我再过来取。 意思是,让本君闭嘴,不要再说了。 然后又继续朝仲仙作一道歉,说要办的道法请罪云云,我就更不想放他走了。 当即用了瞬移走到他跟前挡住他的去路,故意吓他一跳,不自己拿,还等着我送到你手里。 见他的表情丰富,颇有点咬牙切齿的味道,让我一时也有点后悔,所以把东西都递了过去。 等他终于伸手拿走自己的东西,却再也装不下去,逃得跟兔子一样快后, 我伸手摸了摸他,方才摸过的手心,觉得触感与他的小手不同。 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只知道当时的心情极好。 第八节有趣。 本君跟连颂在偏僻的花园研究浩天塔,他的话很多, 也会说到魔族,也会说到烟池物, 也会又问我如此垂青青秋的凤酒, 甚至因为他也是只红狐,跟从前本君丢失的那只红狐一样。 虽然我是挺想小狐狸的,可一马归一马, 小狐狸是本君最喜欢的灵宠,而这个白凤酒。 说曹操曹操就道,本君最近跟幼狐确实有缘, 但他似乎不那么想看见我,还踉跄了一步, 并当即就想逃,却被他的四叔拉住了, 问他是不是想跟哲言去驯服吃咽兽。 然后他竟然怂了,说什么偶尔抛头露面, 友谊身心健康,实在太离谱。 不过这在我看来,教师是误者为俊杰。 我撑头看着他们叔侄俩从跟前经过, 他们却当作没看见本君, 于是心想,也只有青秋敢如此不顾礼数了。 连宋剑我看他看得出了神, 问我是怎么看他的, 我说觉得他有趣,至于为什么觉得他有趣, 其实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第九节课博画,天君当众随便找了个借口, 就说要让知赫回九重天, 还问我意见。 我拿着昊天塔其实觉得有点尴尬, 毕竟这逊思得也太明显了些, 但想起之前知赫跟自己打过招呼, 想起他父母对本君的师范之恩, 所以也没看别人, 回了去,也好。 就继续玩好天塔去了。 这是若搁在平日,也就这么结束了, 没想到青秋疏直却是个胆生毛的, 前后起身做了场戏, 逼得爱面子的天君不得不收回成命, 还得夸他的疑惑提得很好。 在又胡说了一大堆话后, 连宋跟我儿语,夸他, 哎,他说起刻薄画来, 倒也颇有两把刷子, 今次倒不输于你。 本君有他这么啰嗦吗? 我比他简洁多了, 可还是忍不住赞赏地笑了。 当时本君也在想, 又胡跟知赫有过节, 不过就算之前没什么仇, 现在这梁子也算结定了。 但无所谓, 没有本君知赫斗不过青秋, 又胡很安全。 直到最后天君说知赫上天, 仍需要一个战功, 我便只能接话, 由本君代劳了吧, 若提他上天, 便要让他上战场的话。 毕竟知赫连个赤燕兽也打不中, 可鉴于这也属于逊丝的一种, 所以我也还是没有看其他人, 又继续专注于浩天塔上, 反正户内又不讲道理这种事, 我从前也没少做。 但又胡与知赫之间的暗潮云 用本君道是看出来了, 他们似乎真有过节, 莫非是赤燕兽那次 被知赫灵师衣衫所致? 后来, 看见他跟别的男仙喝酒, 我好像也没发现自己凝住了笑意, 还冷笑了一下, 他与别的男仙喝酒倒是爽快, 怎么跟本君喝个茶都要借口逃走? 第十节醉湖, 按照惯例, 本君早早就离开了宴会, 但并未离开, 而是在外面继续玩好天塔。 眼见所有人陆续从宴会出来, 就连他的小叔也已早早离开, 他也还是没出来, 本君就没忍住, 回去找他了, 发现里面确实只剩他一个, 其实本君也不知道自己为何对他特别关注, 为何会等他出现, 为何会进去看他, 为何会跟醉酒的他聊天, 为何会扶他的头给他插赞花, 为何会送他回去, 我都不知道, 但就是这么做了, 我庄严法香, 冷面冷脸, 英俊非凡, 不慌不忙地走到他跟前, 你还在这里做什么? 他以呆萌又可爱的脸, 一本正经地回我, 喝果汁啊, 我明知道那不可能是果汁, 仍旧着他伸手递过来的顽斧身闻了闻, 在看他醉得不清的脸, 告诉他, 这是酒, 他还是太小, 连酒和果汁都分不清, 然后放下浩天塔, 直接坐到他的旁边, 摆明想跟醉酒的他浩浩, 但他似乎对浩天塔比我还感兴趣, 你是要同人打架吗? 这时我开始怀疑自己迷惑的行为, 我在想我, 为什么要同一个醉酒的小仙对话, 为什么要坐下来, 还没想出个所以然, 就又见他问, 你可以带上我一起去吗? 我就这么小一点, 还见他比了只小动物的大小, 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可以吗? 他在下一刻就摇摇晃晃地跌倒在地, 还弄翻了个手铐, 我将他扶住, 你喝醉了, 扶他能自己坐稳后, 才从地上捡起他掉落的脏花, 看了看, 递到他的跟前, 他的眼神却不聚焦, 可能吧, 头晕晕的, 还记得路吗? 我送你回去, 我看他醉得不清, 决定做个好事, 虽然本君四十万年来, 也不曾做过送醉酒小鲜回家的好事, 但凡事都有一次, 我不允许你们, 怀疑本君做好人好事的初心, 又胡虽然醉酒, 却竟然看出来了, 还直接骂我, 你骗人, 当时我都震惊了, 有这么明显吗? 本君不过就想做个好事, 有这么难吗? 你那个时候说你要去教训那个, 那个什么赖着? 谁知他又开始胡言乱语起来, 我转头想了想, 觉得他应该是不知道, 本君是否真的想做好人好事, 只见他继续控诉本君, 后来你让我在原地等你回来, 然后你就一直没有回来, 还是我去找你的呢? 我坐在那一脸疑问地, 看着他胡说八道, 笑了, 确定他只是因为醉了而说胡话, 便朝他招了招手, 让他凑过头来, 一边给他插簪花, 一边顺着他的最后胡话问,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我这样一本正经地跟醉了的他聊天, 其实我怀疑自己也醉得不轻, 只见他也很认真地抬头回我, 就不久以前啊, 害我插簪花的动作没成功, 只能停住手与他对视, 本君不得不承认, 这是一张刚好长在我审美之上的脸, 我和他都智了一会, 是我首先开口, 别乱动, 然后他竟又乖巧地垂下了小头, 就着我给他插簪花的高度, 让我成功地将簪花插回他的绣发中, 他一边低头一边委屈道, 我没有记错, 我们狐狸的记性一向都很好, 簪花插完, 我伸出双手轻轻拖起他的脸, 想看看这簪花插得好不好, 见他的表情又倔强又委屈, 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 你又认错人了, 还问了他一个我从来都不会问别人的问题, 我是谁, 他文言很努力地甩了甩头又闭了闭眼, 最后用他美丽又迷蒙的大眼看我, 说, 帝君啊, 我当时觉得很神奇, 他又接着继续控诉本君, 但是还干脆站了起来, 估计以为这样比较有气势, 东华你真的特别坏, 听见他最终叫我东华, 这个体验很新鲜, 毕竟敢直呼本君名字的小仙, 就从来没有过, 所以觉得有趣, 为什么? 可是见他随后用很伤心的语气说出原因后, 我又觉得好像真的做错了什么, 因为你说我是宠物, 他越说越难过, 我走的时候, 你也没有挽留我, 我认真的想了想, 他说的装装事, 我都没有印象, 我不记得我, 可惜我还没说完, 他就醉得跌在我的怀里, 我实在觉得很猛, 再看了看他忧伤的表情, 才把话说完, 说过, 后来我才知道, 他说的狐狸竟是我走失的那只, 此时的他明明说得那么清楚, 可是面对他的指控, 我甚至都没有去深思, 他与小狐狸的关系, 毕竟小狐狸只是一只普通的, 不会说话的灵宠, 怎么可能是指九尾狐呢, 怎么可能是青秋地鸡呢, 可原来, 他偏偏就是他, 现在回想起来, 我大概在什么都还不知道的情况下, 就已经喜欢他, 在我连自己都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上他的时候, 第十一节帝君的绯闻众仙版, 帝君其实觉得有点猛, 他在回忆, 但完全想不起来, 我不记得我, 话音都还没落, 凤九就这样醉倒在他的怀里, 他的手甚至还没来得及接住他, 这个小地鸡的亲友那么多, 比如白珍, 白浅叶华, 承玉, 私命, 却没有人想到来宴会接他回去, 倒是平时两耳不闻窗外似的东华帝君出现了, 帝君公主抱着青秋白凤九, 从宴会主殿走到喜无公庆云殿的这一段不长不短的路上, 普京且刚好目睹的神仙实在有点多, 精英帝君确实是用走的, 他没有用法术训仪, 目睹这一幕的神仙, 不得不对他们两人行注目礼, 毕竟在这九重天, 每个见到帝君的神仙, 都是要对他施礼的, 连想假装看不见都不行, 本来大家大部分能想到的都是东华帝君做好事, 顺便送青秋帝基回去, 只是其实从大殿到太成功和喜无公并不那么顺路的这件事情, 让这些神仙们不得不心存疑虑, 再者东华帝君退隐太成功后, 十几万年来极少露面, 且从没听说他好心做过什么, 其他助人为乐的好事的这一点, 又让这些神仙们不得不再心存怀疑, 加上早上帝君才在青云殿, 给仙者定阶位的法会上, 给他与白凤九在温泉邂逅的传闻落到了实处, 连镯子、簪花都是他老人家在大庭广众下用法术训仪, 阻挡地基的去路, 亲手送到青秋帝基的手里, 这样一来, 又让这些神仙们不得不有更多联想, 可他们是绝对不敢公然编排帝君, 甚至猜想帝君与女仙有些什么不可告人的故事的, 只是正当他们纷纷在心里自我检讨自己的道心不稳时, 却又瞧见醉酒醉的不省人士的白凤九, 在帝君怀里睡得并不踏实, 只见他时而睁开大眼, 注视着帝君呢喃, 我是不是在做梦? 怎么你长得这么像东华帝君? 说话时, 他甚至用他的手掌拍在帝君一如既往面无表情的脸上, 那时拍得啪啪直响, 一点不痛, 果然是在做梦。 白凤九这一顿操作下来, 其实看见的人都为他捏了把冷汗, 只是始作俑者很快又昏睡过去, 而帝君本人的脸依然瞧不出任何表情。 帝君抱着白凤九又走过了一段路, 有不同的路过的神仙过后拼凑出不同的版本, 有人说, 他瞧见的是白凤九在帝君怀里忽然阴阴起来, 一边阴阴, 他还一边扯帝君的紫衫, 扯得他的领口都有点凌乱, 他那时说的是, 是帝君的白檀香, 他将自己的脸埋在了帝君, 被他扯开外山的胸口, 用力深呼吸了几下, 才让帝君不得不出声阻止他。 安分些, 可由于帝君阻止的声音过于温柔, 所以对白凤九的威慑力自然不够, 他便干脆抓住帝君的外山, 双手圈住帝君的脖子, 捏如着继续在他喜欢的白檀香中睡去。 更有道心不稳的仙者甚至说, 他们看见帝君笑了。 但也有不同的版本, 有的神仙说帝君把人家小地鸡欺负哭了, 以至于小地鸡都将脸埋在他的胸口处哭了起来, 声音自然也是阴阴阴。 不过这些私命其实都不信, 直到第二天, 喜无功上下先俄军共同传出, 帝君送凤九殿下回庆云殿, 殿下拉着帝君不让他回去, 帝君就陪了他一会, 还把衣服脱了, 脱得已没什么可穿的, 须得去问太子叶华借了件悬衣, 穿回太成宫的这件事情, 私命就不得不信了。 今一那晚, 帝君回太成宫时, 穿敌确实是件黑色悬衣, 那是帝君从没有过的颜色。 于是, 从那一日起, 九重天又多了一桩 关于帝君和青秋帝基的绯闻, 就是青秋帝基在庆云殿留宿东华帝君, 脱得帝君没有衣服可穿, 于是帝君只好穿着 太子叶华的衣服回去。 第十二节帝君的 绯闻帝君视角版, 本君在宴后等幼虎, 且亲自送幼虎回他赞助的 庆云殿的这件事情, 总归会有其他神仙知道, 所以本君也不介意 再把这件事情 做得更光明正大一些。 于是, 本君是抱着他走回去的。 走回去的这一路, 本君是根据平常走路的速度走的, 气宇宣昂的走法 是要稳一些和慢一些, 所以碰见我们的神仙不少。 本君只是没想到 幼虎醉酒后还能频频醒来, 甚至拍打本君的脸 来确认他是否在梦中。 他酒后撒娇的姿态 也让我觉得很惊奇, 非要带着哭腔 呢喃着闻我的白檀香, 闻也就闻了, 却还要扯我的衣衫。 他扯我的衣衫 其实我也不太在意, 可是他一边扯我的 还要扯他自己的, 扯不动又抱住 我外露的脖子啃, 啃完又再阴阴地假哭, 控诉我说他是个宠物。 于是那一晚, 我回到太陈宫, 才发现脖子上 有一排他的牙痕, 你们说他对我, 是不是有点狠? 不过他当时在我怀里的状态 确实像只无理取闹的宠物。 所以我笑了, 直到我走进庆云殿, 瞧见一脸惊讶的白针 和惊讶的都要把下巴 掉到地上的阿里, 是我将他们云游的 斯续拉回到现实, 他醉了, 我送他回来, 要放到何处? 在阿里的带领下, 我进了他的房间, 将他放在榻上, 却发现他 不但扯着我的衣衫不肯放, 且还转了个身, 将我的衣服都压住了。 阿里似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 不知该如何是好。 本君虽然也没见过, 但还是尝试 把他轻轻推了推, 发现推不动, 我无计可施, 只好将外山脱了。 穿着内衫, 从喜无功走出去 总归不太体统, 于是我坐在幼虎的踏边, 瞅着阿里。 阿里也算聪明, 请帝君稍等, 我去找夫君要见外山来。 我点点头, 对这个提议觉得很满意。 阿里一边跑出去一边喊, 夫君,夫君, 东华帝君送凤九姐姐回来了, 还脱了衣衫, 他没衣服穿, 你在哪里? 阿里要喊道喜无功人尽皆知, 我也没什么办法, 只是低头看着抱住我的紫衫, 缩成一团, 像是抱住本君的小幼虎, 真的觉得他跟他方才展示自己的大小一样, 这么小一点。 不晓得他明天醒来, 会不会起自己醉酒时的状态。 想起他酒醒后懊恼的样子, 我的心情就莫名的好。 以至于后来他还我衣服时, 都觉得无法面对本君, 而爬到太陈宫外的大树上, 用扔的。 这是多么有创意的, 归还物件的法子, 本君竟然从来没想到过。 由于昨晚又再次落实了本君与幼虎的绯闻, 还有夜华儿子阿里帮忙, 让我觉得心情极好, 幼虎越是不想与本君有牵扯, 反倒与本君越有牵扯, 这样很好。 毕竟本君一向不喜欢太合别人的意, 然本还在想什么时候去要回那两件紫袍最合适, 结果没什么好的想法, 只好一边弹琴, 一边认真想想。 没想到那两件紫袍就这样被打包扔了下来, 真是猜他不到。 所以我又笑了。 这时候之后来献殷勤, 问这衣服有什么蹊跷之处, 确实很蹊跷, 你说, 最近我怎么与幼虎这么有缘? 但蹊跷得来, 又让我的心情莫名变好。 想起之后与幼虎可能有点不对付, 所以本君直接把他遣走, 刺验已过, 你择日就前往西荒吧。 不要再留在九重天爱幼虎的眼了。 第十四节变态 你说本君为何跟青秋帝基那么有缘? 连在池边小气都能感受到他的气息, 原本并没在意, 却偏偏听到自己的瓜, 似乎有神仙在打赌本君最后会取之鹤, 还是凤九座帝后。 其实, 本君从没想过自己会有个帝后, 四十万年以来都未曾动请, 我甚至不能理解梦浩为秦儿心丹情愿, 背囚的缘由。 可是为何本君连日来努力落到十处的绯闻, 竟一点用也没有。 之鹤有二十五柱, 又胡却只有被吓错的三柱。 看来, 新飞生的神仙还未能打入九重天的八卦网, 否则怎会有如此大的误差? 所以我有点躺不住, 站出来想要听仔细些。 又胡确实有点奇怪, 明明在刻意与本君保持距离, 却仍自掏腰包压, 自己取胜。 两百柱, 可谓出了血本。 难道他真有心要成为本君的帝后? 正在思索他的用意, 没曾想他们姐弟俩这么能扯, 从作弊还能扯到君王气度。 直到听到又胡被他弟弟说他的课业, 都是巨人之下, 还有几门垫底, 本君就忍不住想笑, 不愧是胡弟白纸的孙女和外孙, 都有他在水找泽石的风范。 至于他夸我是个变态, 你确实是第一个敢形容本君是个变态的人。 所以, 我记住你了。 这时, 连颂刚好过来, 你把他怎么了? 他这样夸你, 夸啊。 我这会的笑意想忍都忍不住, 因为我又有找他算账的理由了, 成玉都是这么夸你的。 连颂倒诚实, 没有啊, 成玉他都夸我是个无赖。 我看了他难得诚恳的表情一眼, 把他抱着的苍和收了回来, 他不是还想看我同人打架吗? 苍和正好也用得上。 第十五节帕子, 我一路寻着幼狐离开的路线走去, 离远就感受到他的气息, 却一直没看见人。 连颂跟着我, 话很多, 一直在问苍和的机关, 其实苍和就只是一把钻孔截面比较多的剑而已。 所以, 在终于远远看见小天, 孙阿黎以后, 我才放心地心不在焉地回答他, 没什么机关, 只是闲着没事干罢了, 然后静止往阿黎的位置走去。 但连颂还在戏谑我, 你这副模样, 居然被八荒鹿河, 万年如一日地称颂, 说是一派宁静无尾, 反正耿介, 还没人拆穿, 你说崇林, 他是怎么做到的? 已经走到凉亭了, 目标帕子, 看见那绣着凤伟花的帕子, 我就觉得简直是天助我也, 所以, 还好整以侠地转身回答连颂, 你这么一说, 如何? 连颂请教的意味道是很浓, 像是没发现本军的意图, 我也觉得他不大容易, 说完, 就笑着走进凉亭, 叶华他儿子将我拉成跟连颂一辈, 帝君爷爷好, 三爷爷好, 可其实我比连颂还要大几倍呢, 不过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终于找到幼虎了, 他既然自投罗网地变成一方帕子, 那就不能怪本君了, 阿黎说他在扑蝴蝶, 连颂都不信, 我拿起凤伟花帕子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地看了一遍, 觉得他变换的法术导师合格, 阿黎看着, 却觉得肉痛, 于是连颂也发现了, 这是, 我直接说, 我遗失的一方罗帕, 找了好几日了, 本君心里高兴, 这是势而复得呀, 不过我忍住了, 可阿黎没忍住, 你轻一点, 凤, 帕子, 他可能会有点疼, 于是, 本君把帕子, 故意用力折了一折, 再看向他, 笑得很开心, 就像得了个不得了的玩具, 我最喜欢看别人哭了, 阿黎当时就是一副快哭的样子, 让本君觉得莫名舒坦, 毕竟本君是个变态我想, 我必须对得起这个称号才好, 所以当连颂提出怀疑帮阿黎时, 可这一看, 就是女先用的东西啊, 怎么是, 我加大了声音, 就怕帕子他变为帕子后听不见, 听说我是个变态, 然后才理所当然的回答连颂, 变态, 用女先用的帕子, 奇怪吗, 连颂当然不是本君的对手, 不奇怪, 你要这么说, 他听出了我的意图, 也终于时去的放弃帮助阿黎和帕子的想法, 诚然没什么好奇怪的, 我当即就转身离开, 以免夜长梦多, 说不早了, 你不是要泛舟赏莲, 所以我也比来时走得快多了, 就怕阿黎哭着抱住我不让我走怎么办, 还好, 阿黎还没那么聪明, 听不懂, 素案 的微妙